如果最快都要明天的黃昏時段都才能夠出得到 但是以一個這麼多市民參與 如果我們以2016年民主派 應該是那個時候是叫做非建制派的 非建制派的投票數字是120萬 其實60萬是指2016年非建制派的票的一半 已經是 到了2019年區議會的時候 這個明清上的轉變其實都是意味著 就是在整個陣營裏面大家對於路線的分歧 可能仍然存在 但是大家仍然明白到我們必須要走在一起 所以去到19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 民主派的候選人加起來的170萬票 如果60萬已經去到35% 第一個這麼大規模 這麼多民主派的支持者參與的一個初選投票 我相信每一個參選人 他們都會按回在之前協調的時候的協議 是會按回的協議遵守承諾 是去作出參與或者不參與官方選舉的決定 將其中一旦被選擇的協議 大家可以看見到這個票箱已經把所有入面的樹架清了出來 現在我們安排了三位的點票人員 他們會好像我們的投票人士那樣 就將資料輸入我們的電子系統 現在海面上已經有很多市民的一些身份證的資料 請大家都要小心留意處理這些資料 現在我首先會分發小貨幣的選票給我們幾位的點票人員 我們先會分發小貨幣的選票 現在我作為這個票站的認證人員 我會用我們的電子應用程式進行認證的 但我們的點票人員也會用相關的電子應用程式進行投票的 首先請所有的點票人員先展示 先揭開第一張票 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涉及很多個人資料的 大家都要小心留意了 在這個過程當中 點票人員會按照選票的設計 是展開那張選票的 總共有三個環節 展開選票之後 首先會見到的應該是我們的選票的內部 但在處理我們點票的過程 當中我們先需要輸入的是一個叫做票站編號 好了 現時這個香港島的票站 我們選出的票站編號是0445的 0445和過去兩天的投票 是沒有任何的票站得配的 因為這個是屬於一個始終的票站 完全始終的票站 現在請幾位的點員 是輸入 在選票上都見到的身份證相關的 亦都輸入票站編號1445 對 輸入完成之後 就需要按照 投票人員的選擇 對 輸入地區直選的選擇 以及是 如果有 區議會第二公民組別的選擇的話 同時間都要進行輸入的 輸入完成之後 就請點票人員 可以向我示意 然後呢 我就會用我們的應用程式 去進行一個應用程的過程 其實整個過程呢 是和票站是十分之類近的 唯一的分別呢 就是我們是以工作人員認識 開啟自張的選票 是進行輸入的 好了 但是假設這樣說 在同事在那裡看著 整張的選票過程當中 如果有任何疑問呢 我們都安排了一些分類區 我們有白色的分類區呢 就是傳採一些無效的 或者奇怪的選票先 如果是處理完的選票呢 我們有 藍色的區域呢 是傳採一些有效的選票 有效的選票 當然是要經過我 作為這個驗證的人員 驗證了 就先可以傳採下去 好 旁邊第一個紀錄已經完成了 我就會看一看我們這個紀錄 然後會產生意圍碼 然後我就認證這個意圍碼 同時間 因為其實跟我們的票站是相同 就是我要驗證這個意圍碼 所裝在住的一些身份證的資訊 以確認呢 在連選的過程當中 是沒有出現任何的錯誤的 那我就會確認 那如果我確認 在選票過程當中 沒有出現任何錯誤的話呢 那我就會確認投票 那如是就是呢 我們的這張選票呢 就已經確認完成了 那我們呢 就將它放在一個有效選票的收集區 然後就進入這張選票的連寫了 那同時間 亦都有另一位的投票人士呢 我們的選票已經處理完成了 那我們就進入這張選票 好 那我們在驗證完成之後呢 我們是會確認這張選票 好 確認完成之後呢 那這張選票呢 就為之一張有效的選票了 好 那我對一對這張選票呢 那我亦都確認這張選票呢 那我亦都確認這張選票呢 於是呢 我們的點餘人員呢 就會陸陸續續呢 處理手上已經有 在檯面上方的選票呢 那就會逐張呢 是需要任何去做一個認證的 完成之後呢 就全放在藍色推閉了 如果是一些 懷疑是無效的 又或者一些奇怪的選票呢 他們就會放在這個白色推閉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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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 對 對 那 對 剛才我們見到一張是一個 有些選票是沒有見到一些清楚的選票 所以我們暫時會放在一個白色的區域 之後就會再看看怎樣處理 剛才這張票就是我們見到 在地區直選是有一個選擇的 但在超級區域會暫時沒有這個選擇 我們要看看我們之後是怎樣處理這張選票 我們不帶走選擇 我們在 graphic圖案裡 我們有一個選擇的選票 我們的選 What the Anybody 一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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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看到他們這塊切怎麼那麼小 我以前減過很多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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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